欢迎收看精灵天下 受惠于AI晶片需求火热 会打股价在过去12个月 可以说是狂涨2倍以上 屡创新高 那么在它的市值超越了亚马逊之后 在14号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 它现在已经超越了 这个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已经是跃升为美国市值 第三大的一个企业了 另外在今天台股农历年后 农年开红盘 那么在盘中就大涨了 629点可以说是 创下了台股单日史上的 第二大涨点 那么位置的部分 在今天是加码562亿 这也是单日史上的 第五大的买超 而台积电在今年 也扮演了一个旧市主 在今天的盘中股价 来到了709元 也是刷新了这个新的天价 现在整个市值 已经超越了18兆元 相较之下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因为景气不佳 那么在整个透年 股市都是呈现了重挫的情况 现在MSCI还即将剔除 66党的这个入股 而且可以说是剔除加速 是创下两年以来的最多 这会不会导致 接下来整个资金 还会持续从中国流出 跑到日本跟印度呢 我们先请教建勋 台股在农历年 这个封关的期间 我们看到 这个AI晶片的霸主挥达 他现在是指 先是超越了亚马逊之后 现在也挤下Google的母公司 阿发贝登上了全美第三大的企业 所以接下来AI依旧是未来的趋势 好 今天斐鱼一声红 台股再创高 今天不管是台积电创高 台股创高 台湾的市值也都创高 我们看到的是结果 但其实过程都是因为过年期间 美股很多指标的龙头企业 都纷纷指向了一个什么关键 AI两个关键字 不管是辉达还是美超委 还是安某 这三个三箭头指标 都指向了AI 我们先来看老大哥挥达的部分 他最后是收在739元 市值已经到了1.825兆美元 超过了谷歌的母公司阿发贝 所以他现在是全美国第三大 市值大的一个公司 他的龙头 现在龙头他只剩下输 这个微软跟苹果的第三大而已 所以大家记得一下挥达 21号他要公告他的这个法说 公告他的获利 所以他也会牵动很多台股 相关的一个个股 大家去关心一下 这个挥达21号 现在挥达整个动作 都是动静观瞻 他到底要投资什么产业 他往哪边走 都牵动了整个全球的布局 他现在传出来说 他要去做ASIC 就是客制化晶片 为什么 因为全球的四大的CSP商 揭示今年的资本支出 高达1748亿美元 这个量体很大 这个Google的部分 他本身就很需要 像挥达他想要去切入这一块 因为这块的总市值 大概有300亿美元 这一块饼这么多 其实我跟各位讲 挥达要去做ASIC这件事情 并不太意外 因为挥达他是做什么 他是做AI伺服器 可是他本身的韧体 就是孤打 他自己本身就已经做了20几年 所以他自己去做软体 不意外 但是对于台湾的企业 有没有影响很大 其实我觉得还好 我解释给你听 第一个台湾的做很多IP的公司 是不是想让世心创意 这些力旺 这些专利的专利地雷 都布得不好布满 所以其他的公司 要去采这些后段的IP 其实不太容易 第二个 我们台湾这些IP公司的毛利多少 大概是2 30%左右 我刚讲的那样的世心创意 这个挥达 你知道他的财报 他的毛利率是多少 毛利率是70%以上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挥达去做ASIC 毛利大概只有3 4成 4 5成 会拉低他自己的一个毛利率 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 但是影响并没有那么的大 反而要关注的是 21号挥达的财报 你知道吗 好 现在挥达是什么 大家的心头好 大家的心头肉 当红榨子鸡 我们就来看 桥水 它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对冲基金 就显示他对挥达增持了458% 那增持了1.33亿美元 同时也增持了美股基雄 去年里的时候就增持了 它高达458% 对 它的部位 从一点点增持到1.33亿美元 说实在话 以这个桥水基金这么大的size 去增持1.3亿美元 说实在我觉得 绝对金额并没有很大 因为挥达 它是掌握了这个世界的趋势 它正在浪投之上 谁去投资它 说实在我觉得 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就算巴菲特去投资这个挥达 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不如挥达 它本身的动作来去做观察 因为它现在可以说是步步击风 你看它做ASIC 大家就很紧张 它接下来 它要去买什么 它去参股了安眸 也让安眸的股价大涨 你知道吗 对 好 安眸是做什么的 它是做手机晶片的IP 像联发客跟高通 都是安眸的一个客户 安眸它去年才IP 这是很受瞩目的一个IP 那辉达它交给美国SEC的公文里面 它讲说 我去投资了安眸 而且我买了1.4亿美元 这件事情公布了之后 让安眸本来就大涨 又再涨了5% 超过5%以上 好 我刚才讲说 现在辉达做什么都会点时成绩 对 斐鱼你看 它又公布了 它去买另外一家叫 Sunhold AI这家公司 它是做音乐辨识 语音辨识 它公布了它去买 它只买了几百万美元 结果像这家 纳斯达克瓜牌的公司 上涨了50%以上 所以是不是点时成绩 好 那我们讲到了安眸 最近刚才讲说三件客 就是辉达美超伟跟安眸 安眸 最近的股价 可以说非常的旺 光这三个交易日 涨幅都超过百分之九十三 快要涨一倍 快要翻倍了 对 快要涨一倍 所以这三箭头 不但带领了美股 也带领了台股向前冲 也因为AI的需求增加 所以现在包括像是美国 还有像是日本 他们都砸大钱 要成立一个国家 半导体的技术中心 好 现在我们讲说 所有的AI的军火商 军备库在哪里 在晶片 因为你不管要夺先进的 这个AI 最后都是要靠晶片来输出 对不对 好 美国最近又公布了一个 这个晶片科学法案 因为这是拜登年底要选举 要端一些政策力都出来 他说我要投资五十亿美元 要有相关的半导体研发 也要成立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 比如我先跟你讲一下 五十亿美元说实在 这个在半导体来讲 并不算多 对 金额不算这么大 一座半导体厂 你可能十四寸 十二寸盖下去 五十亿美元都不够 都不够盖 但是他就是拜登 就是做一个宣誓的动作 因为联盟多 他在最近也讲说 我们都90%以上的这个晶片 都依赖一个小小的地方 就是台湾 对于他们国家安全 有很大的危险 而且晶片从哪边发迹的 美国发迹 可是在台湾却发扬光大 脸上挂不住 所以拜登不管是选举也好 国安也好 或者是他的半导体的策略也好 就是投了五十亿美元 美国的半导体国家队参战 日本的国家队也参加了大军 像日本他也公布了 要提供了三亿美元的补助 要加速日本的领先办法局的研发 比如是这样子 日本一方面我加速补助他国内的 另一方面他也提供了很高额的奖金 将外商招手 台湾就做外商 谁去 台积电就去 我跟各位有报告说 21号你要看辉达的财报 24号你要看 台积电熊本厂的一个记者会 台积电2月24号 在熊本厂就要开幕 这个台湾的媒体已经是 爆名 爆满 大爆满的一个情况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熊本一厂 就是24号要公布的熊本一厂 他要今年底 他要开始试营运 他是5奈米左右 对不起 根根正是7奈米 大概是5万片左右 熊本二厂是在今年底要新建 熊本二厂这一次 除了台积电之外 日本还找了其他的股东 你知道吗 他找了Sony 索尼半导体 大概占6% Denso就是电装 这个大家对他有点陌生 但他其实是全球的电子 汽车电子的二哥 也占了5% 另外还有丰田占2% 台积电大概占86%左右 所以日本提供了高额的奖金 然后台积电盖了二厂 然后提供了当地很优惠的一个 就业的方案 因为可以创造3000多个人才的 工作机会 然后就是JSM这个机会 要大力投资 你看总投资性格多少 200亿美元 是不是 所以美国国家队 日本国家队 台湾目前半导体有国家队吗 没有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晶片法案 只有租税的方案而已 好不好 张忠谋他在三个月前 他就示警过 他说台湾的半导体优势 在二三十年后的优势 就会不见了 你知道吗 张忠谋有重新 有正式的这样讲过 先提前示警一下 对 所以我对张忠谋是很尊重 但是我希望他讲这句话 不会成真 好不好 这些美日国家队都参战了 我们希望台湾的半导体国家队 不管是立法院行政院农年 大家加加油